入境检疫逐步放宽 机场人潮进进出出 疫情看似趋缓 但国内已经出现 Omicron BA.5变异株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预估可能在8月出现流行 专家进一步点出忧虑 原来流行的BA.2 对于BA.5还是有一些交叉保护力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流行 没有完全过去 而且目前还在一个比较低的高原级 所以整个族群免疫力 大概还可以挡一下 挡个一个月应该是有机会的 就怕8月中以后 BA.5感染人数再扩大 毕竟BA.5比现行的BA.2传染力更强 再加上国内族群防疫力 预估一个月以后就会开始衰退 一旦病毒进入家庭 儿童首当其冲 感染率恐怕高达九成 Omicron与原始病毒株不一样 导致血管变化比例更高 台大医院就收治两位确诊儿童 出现中风情形 分别是12岁男童发烧 并发右侧麻木无力 另一名8岁男童比较严重 不但有发烧 肝肾功能也出现异常 好在经过治疗后逐步恢复 中午个案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在早期报告里面 大概只有不到1%左右 那在我们的140多个住院的病人里面 大概有大概将近1.5%小朋友 有中风的情况 但是更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是 其实虽然没有到中风 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一个血管的变化 有变化的比例蛮高的 除了防疫工作做好做满 尤其儿童更要当心 把握可能大流行前的一个多月内 打好疫苗 家长也尽量不要感染 今新闻温雅婷 魏林燕采访报道